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工具和去屋材料的选择非常熟悉 而且还要经过严格的考试 取得建筑物清扫技能士的资格后 才能走上清洁岗位工作 工人们都必须了解每一种材料的特性 去除每一种污渍 到选择适合的化学洗剂 在能清洁的情况下 又能不损伤材料 能把清洁这种小事做到极致的完美 这就是工匠精神 这是值得全世界人们学习的 对于这样的机场 小伙伴们有什么看法呢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喜欢我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 by bwd6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